就针对这三个人 他们今天的辩论 侯友宜一定会运用 现在发生的相关议题 主动攻击赖清德 那柯文哲呢 也会主动攻击 侯友宜跟赖清德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直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12月26号第二场公办证监会举行 在举行前夕 我们就发现 柯文哲闭关练功 逐足一天没有行程上的安排 第二个侯友宜 也在下午1点16分到达现场 当然国民党已经密训侯友宜一段时间 他要力求表现 第三个赖清德能难陷于 所谓的风暴之中 就是赖皮疗事件 今天他的同事 甚至于介绍赖清德进入新潮流的苏汉治 前县长 前台南县长苏汉治 说他2002年去赖皮疗的时候 根本没有任何一个建筑 那同时跟随他去的 还有前台南市的副市长 严存佐 他们去万里上乡的时候 就发现 没有赖皮疗 那显然赖皮疗 是2003年 赖清德 从哈佛大学回来以后 所建的 维建 就针对这三个人 他们今天的辩论 侯友宜 侯友宜 一定会运用 现在发生的相关议题 主动攻击赖清德 那柯文哲呢 也会 主动攻击 侯友宜跟赖清德 那至于赖清德 他的策略 就是让这个证件发表会 不要太过火 他稳中求胜 就可以了 那这场辩论会重不重要 大概取决于五大要素 第一个 距离选举剩下不到18天 既然不到18天的时间内 柯文哲现在他饱受 新竹大秘宝 被民进党不断的攻击 那柯文哲也想把地捐出去 或者是卖出去 卖来的钱当做 所谓的民众党的选举基金 这是黄国昌提的 但是柯文哲不接受 那其次 最近赖清德的新闻不少 除了赖皮疗 宪民四线 还有民进党的地方派系 现在都已经要给 赖清德 一个很响亮的教训 那第三个 国民党苦苦追赶 所以这三个人的角色 互议 必然在第二场辩论会的时候 会插出火花 这个是第一个 第二大项讨论的议题 大概跟近来的社会议题 那有关系 那其次 柯文哲 那他也讲了 现在国民党跟民进党 这两大党 都是完完全全 靠中国大陆在选举 那柯文哲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讲抹红四线 侯友宜必然会有所反击 那第三个 就是现在的文教议题 社会议题 跟其他的议题 柯文哲在接受专访的时候 他也讲得非常非常的清楚 他是说他要针对 他自己说过了 遵循蔡英文路线 他要进行反驳 他说这个路线 就是让美国放心 让中国大陆安心 然后让日本放心 那台湾自己本身 也会取得 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 就是说 这一次的主题 各位有没有发现 柯文哲在12月23号24号 在岗山跟桃源造势以后 25号 他闭关一天 他想到了很多的问题 但是我可以告诉各位 这些问题 确确的说 都是大家已经讨论过的 我以为柯文哲 或侯友宜 赖清德 会提出不同的看法 然而 事与愿违 他们讲来讲去 还是过去那一套 所以这次的辩论 讲过往的事迹 一定比未来发展的愿景 还要来得多 那这场辩论 只能够说 这三个人 一个想要突破 一个想要攻击 一个呢 想要 自首 所以三个人 因为他议题操作的不一样 会不会有另外 其他问题的出现 就要看辩论会 辩到最后 结果如何 第三个 那第四个 就涉及到这三个人 对于大选的态度 现在最急的是柯文哲 柯文哲已经急到 口不择言 很多话 他都 全够说出口 那显然 他要争取 他的票源 那侯友宜 他主要 他还是 要 大开拓票源的议题 这些议题呢 是什么 你好比说 青年选票 首都如 我们通通讲过 但是真正重要的是说 侯友宜必须要知道 他自己的票源 是在哪里 如果他的票源 他开拓票源 他还是找不到 那问题就会非常麻烦 现在的民调 已经出现 他跟赖清德之间 差9.5 事实上 那我所看到的民调 都在6%以上 这个就是 我曾经讲过 6% 各位算算看 14万票 当然是 大概相差票数 是50到80万 跟2012年 马云九对上 蔡英文类似 是有点类似的 第五个 就是这场辩论会后 这三党会有什么样的动作 据我所知 国民党非办大型造势 否则的话 他没有办法凝聚 所谓的票源的巩固 那民众党呢 受到了桃源跟 钢山 就是高雄造势的刺激 他也会加紧办 类似的大型造势 对于民进党来讲 他把大型造势 一定是放在最后一个礼拜 因为他进来是领先 他不会让对手找到机会 相互冲突也好 相互对立也好 相互拉抬也好 他最好的方式 就是不理会 柯文哲跟侯有一个纠缠 基于这五项 我们再回过头来讲 12月26号的这一场辩论 精彩是可以预期 可是说会弄出什么样的火花 要到辩论的时候 我们才看得出来 所以我们必须说 这一次12月26号的辩论 应该会比12月20号的辩论 还要来的强烈 就看这三人不同的表现 那第一场 侯友宜完胜 那第二场会不会轮到柯文哲 就看辩论的结果而定 这一场辩论的结果 就看得到柯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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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了 就看得到柯文哲 就看得到柯文哲